今天中秋前呢 因為烤肉盡力呢 各縣市都不能夠在戶外或公共區域烤肉 很多民眾呢 就捨棄了這種燒木炭式的烤肉方法 乾脆呢 改用這樣子的電烤盤在家裡烤 可是呢 這種產生的煙霧呢 會不會去觸動到助警器呢 馬上實測比較油的肉類 培根一放入烤盤爆出熱油 但煙不多 再加碼肥滋滋三層肉 瞬間沖出大量白煙 但煙霧並沒有觸動助警器 烤盤再加入蒜味香腸駐鎮 煙霧持續竄出 但不至於聚集成迷霧鎮 天花板上的助警器依然靜悄悄 像我們剛剛呢 實測大概烤了30分鐘左右 依我們現在這個環境 大概是很多人小套房的空間大小 如果你是有開窗戶 開冷氣呢 這個煙霧呢 要去啟動助警器的機率呢 是很小 真的要觸動助警器 可能得要像這樣 定量煙霧蓄機30秒 助警器發揮作用呼叫 以這個情況 煙要大到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如果在室內烤肉 煙霧已經到達了這種程度 相信你我 都不可能還繼續開心BBQ 機會是不能說完全沒有 因為你只要有煙的產生 但是你要產生到那個 可以讓它觸及到它發動的煙的時候 可能我本身就會受不了了 最主要的還是要保持通風 小隊長補充助警器種類 主要分為偵測煙霧和偵測溫度兩種 以電烤盤來說 產生的煙不大 也不至於讓室內溫度飆升 倒是在屋內烤肉 油煙味充滿了衣服 傢俱 很難散去 就看民眾願不願意晚上 帶著烤肉味進入夢鄉 TVB新聞 賴崇龍羅惟欣 台中報導 請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 國內大小事